另外一方面还要来看看他的故事 今年才13岁的国医生 他叫做邓宇涵 他因为呢父亲重病去世 从小就充当起小妈妈 必须要照顾年幼的两个弟弟 他从来不喊辛苦 而且努力保持好成绩 要当弟弟的好榜样 有邻居觉得说这姐弟的处境实在很可怜哦 说要找政府呢来安置他们的去处 不过呢邓宇涵他却说再怎么辛苦 那么姐弟三个人永远都不要分开 专注盯着台上老师上课 13岁的国医生邓宇涵 一件媒体朝他猛拍害羞的用手挡脸 这位腼腆的小女生 一下了课脱掉制服 还有另个身份充当两位弟弟的小妈妈 他父母亲在他国小 我们一起就很害了 因为他就父亲照顾弟弟的 每天要做算 邓宇涵的父母两年情离异 三姐弟跟着开卡车的爸爸 一起生活 无奈在上个月因为肝病糖尿病缠身 邓宇涵的爸爸撒手人寰 留下小姐弟三人 怎么样的成熟 怎么样的成熟 说话的样子啊 比较会替别人造型 他很乖啊 很专心啊 功课呢 功课还可以啊 他必须他会照顾你们吗 会 提心早熟的邓宇涵 在班上是大家的小天使 一回到家就化身两位弟弟的小妈妈 爸爸的去世虽然很难过 但邓宇涵却不曾在弟弟面前掉一滴眼泪 靠着学校的讲学经和邻居叔叔的救助 邓宇涵和两位弟弟勉强生活 有邻居觉得姐弟三人处境可怜 想帮忙联络社会局安置姐弟的去处 但小妈妈邓宇涵不愿意 表示要永远和弟弟住在一起 永远都不要分开 中心和梦前涮金新竹采访报道